她是何胜河的隐形大佬 从不轻易现身 但总能出其不意地发挥关键作用 她的门下弟子遍布四海 无论是江湖上的风云人物 还是商界上的大佬 都要对她敬畏三分 她的嫡传弟子 更是成为何胜河的中流砥柱 掌握着社团最高的权力 无人敢与之争锋 她的手段高明 能够化解各种危机 有一次上海仔惹了一桩大祸 陷入了绝境 她只是轻轻一招 就让上海仔重获新生 她的名声响彻天下 却从不张扬自己 仿佛与世无争 但江湖人却无法忘记她的存在 她就是烧鸡 和圣和社团的超级大佬 她的本名是肖汉强 于1947年出生 也叫肖家 可是在江湖上 大家都叫她烧鸡 这是因为她的名字和烧鸡 在粤语里听起来很像 不过她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鸡 而是一只神鸡 能够飞天入地 无所不能 她的风格就像三国时代的司马懿 擅长隐藏自己的锋芒 不轻易出手 但一旦出手就必有所成 她善于观察形势 把握时机 不急不缓 不乱不惊 她从不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却能让对手灰飞烟灭 江湖上的人都想要一夜成名 让天下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可是肖汉强却不这样 肖汉强在出名之前 就像一粒沙子 淹没在茫茫的人海中 而且他就这样 默默无闻地过了二十多年 直到有一天 大家突然发现 肖汉强竟然拥有如此深厚的势力 他虽然不及司马懿的高明 却能在年轻气盛的时候 就如此忍耐 这一点让人敬佩不已 肖汉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成了和胜和的一员 年轻的肖汉强 长得英俊潇洒 脸型方正 不爱说话 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 可是他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冷酷无情 铁血刚毅的心 那个时候啊 很多黑道社团 都在从事贩卖面粉的生意 行业内最有名的三位便是 红汉强 马氏兄弟 颇豪这三个大佬 江湖人称他们为 香港三大独校 其实肖汉强也是很早就扎根 在这个行业里了 只是他一直偷偷摸摸地干 低调的像个隐形人一样 同时也减少了被抓的可能 正如肖汉强他所预料的一样 十多年后 颇豪进监狱 马氏兄弟跑路 红汉一携手不干 在八十年代 他就成了行业内的大佬 这十多年里 他熬走了香港三大独校的同时 也没有闲着 他四处招兵买马 培养了不少弟子 在江湖上微风扒灭 其中最有名的 当属被称为 圣和一哥的傻福 有钱有势 有人有枪的肖汉强 在江湖上的地位 自然是水涨船高 在社团内的声望 更是如日中天 经过多年的猥琐发育 到1988年的时候 肖汉强在社团里的声望 达到了顶峰 就连第一老顶 真国龙都无法与之争锋 更不用说尤博 离国华之流 可惜好景不长 肖汉强刚刚现任作馆 就被人告了一撞 生意全都垮了 他只好带着钱逃到了泰国 从此销声匿迹 肖汉强走后 他的亲传弟子傻福 顺利成章地接下他的位置 傻福是个聪明人 他不但继承了肖汉强的生意 还学会了肖汉强的本事 他低调做事 不惹是非 悄悄地把全弯线 建成了社团的兵库 在他强悍的实力下 江湖上都叫他圣和一哥 圣和校长双英卿 是个实打实的硬汉 他出身全弯 曾经敢孤身一人 去澳门跟崩崖区对着干 他靠着自己的双手 在江湖中打出了一片天 后来甚至还成了社团的作馆 但他心里有个结 就是傻福 他知道傻福比他厉害 比他有钱 比他有势 好几次他都想挑战傻福的权威 但傻福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能把他吓退 傻福之所以这么牛 不光是因为他自己本事大 还因为他有肖汉强留下的生意和人脉 让他可以坐享其成 后来傻福觉得自己太累了 就把全弯的地盘交给了弟弟傻泽 江湖上都叫他全弯泽 全弯泽手下的五虎上将 都是江湖中的名人 他们有的是从偷车开始发家的 有的是从小就有钱有势的 他们中的两个还曾经当过和胜和的老大 一个叫ETB 一个叫少航 ETB更厉害 他还跟和安乐的高老发打过一架 大战了三百回合 打的是天昏地暗 而这些人都是肖汉强的后辈 算是他的传人 上海仔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曾把日落西山的和胜和社团 从泥潭里拉了出来 让他重返巅峰 他也是肖汉强的嫡系门生 但他不像肖汉强那样低调 他喜欢跟有钱人混 找来余宝珠当干妈 后来靠着卖盗版光碟赚了一大笔钱 肖汉强跑了以后 上海仔就投靠了尤伯 尤伯看中他赚钱的能力 就让他当了和胜和的老大 肖汉强除了有傻福和上海仔这两个得意门生 还有一个干儿子 就是曾经任和胜和作馆的崩嘴崩 崩嘴崩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用50万的钱从14K手中接下了一笔生意 后来又做出500万的效果 这让14K的义字对话使人胡须勇 对他敬佩的是无底头地 跟他成了好兄弟 他还是14K超级大佬罗仔天的女婿 江湖背景不可谓不深厚 肖汉强跑到泰国后并没有消停 他还是做着他最擅长的生意 在泰国结交了很多的朋友 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地下网络 他在香港是江湖的大佬 在泰国也是人见人见 泰国的人都不怎么看得起江湖中人 但他们却都给肖汉强几分面子 也因为肖汉强在泰国拥有很大的势力 所以很多从香港跑来的江湖人 都会找他帮忙 就如上海仔 他是一个妥妥的毒鬼 他虽然赚了很多钱 但也输了很多钱 曾经在五年内就输了六个亿 简直是疯了 后来他跟大佬们在澳门开了个贵宾厅 结果又因输钱亏空了十个亿 惹得大佬们很不高兴 到处找他的麻烦 不仅女儿的雪糕垫被人砸了 就连他自己喝茶的时候也被人打了 最终也只好逃出香港 在外面的世界跑了一圈 看起来很风光 其实很惨 没法回到家乡的故土 最后他只能找到老大肖汉强求救 肖汉强曾是他的老大 看在这份情分上就答应帮他摆平事情 肖汉强很厉害 他一出面就让大佬们同意让上海仔分期还钱 这样上海仔才能安全回到香港 但是钱越来越难赚了 上海仔再还了几次后就不还了 这让大佬们很恼火 肖汉强帮上海仔回到家乡 但自己却永远回不去香港了 这也算是另一种遗憾吧 2010年 年仅74岁的肖汉强在泰国去世了 30多年前热乎乎地从香港出去 30多年后冷冰冰地从泰国回来 童年年底 肖汉强的儿子把他的骨灰带回香港 并在世纪殡仪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肖汉强是和胜和社团的传奇人物 他的葬礼吸引了很多江湖人物 和胜和社团中有分量的猛人都来了 其他社团的代表也都来了 场面非常的壮观 天气很冷 还下着小雨 但殡仪馆里却很热闹 有五百多个黑衣大汉站在那里 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江湖气息 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傻福也来了 作为肖汉强的得意门生 他带着拳湾县的兄弟们打理现场 表示对这个老大的敬意 就这样 在雨中 一群江湖猛人送走了肖汉强 只有一个人没有来 上海仔 肖汉强曾经帮他回到故乡 此时他却没有露面 让人不明白他的心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